各位朋友 佔中案繼續審 所謂佔中案就是2014年佔領金鐘旺角的案件 發起人有9個人 現在9個人被控 發動佔中 被控 而一個比較嚴重的罪名 就是煽惑他人 干犯公眾防擾罪 判案比較重 跟以前的公安條例 判幾個月 幾個星期 接著緩刑 做法有點不同 所以整件事的審判是不公平 封罪也太重 只不過這9個人 之前是說會自首和承認罪名 是用這個坐牢 或者被判刑做一個抵抗 只不過時間這麼多年之後 亦時過境遷在法院抗辯 今次在昨天引來陳日君主教書姬前度 幫他辯護 前書姬主教的說法就是 其實去到後期已經控制不到場面 學聯亦控制不到場面 所以佔中三子 九子都好 其實對整個場面沒有什麼指揮作用 這些辯護當然是事實 但覺得有點無聊 因為當初佔中是一個和平抵抗 和自首坐牢來做反抗的運動 當年他那班人 即是泛民那班人的初衷就是這樣 誰知現在就是為了辯護 就經常要洗脫自己的領導的罪名 整個政治道德基礎是用審判來破壞了 亦都可以看到特區政府 採取了以前新加坡對付示威者 或者反退派的方法 用司法纏繞、檢控的方式 令到自己檢控的反對派的人 取消自己的道德領導 和政治領導地位 整件事其實是 當然我們說泛民是退縮 但最終其實特區政府是非常可恥的 很多獨立的後計 WILL不準確消自己的整個 例子 在那邊 不正常 談判